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银行业监管的体会和经验 面对危害深重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 中国银行业的表现可谓独树一植 令人刮目相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以下几组数据 就能对近几年来 中国银行业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一个更加清醒和直观的认识 截止2008年底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 为62.4万亿元 比03年底增加了34.7万亿元 事先的税后利润达到了5834亿元 比2003年底增加了4145亿元 ROE也就是资本回报率 股本回报率 这个概念从无到有 现在已经达到了17.1% 主要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从五年以前 17.9%下降到了2.4% 资本充足率的达标的银行 从过去五年以前只有8家 增加到了204家 达标的银行的资产 占整个商银行总资产的比例 由五年以前的0.6% 上升到99.9% 去年年底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的市值 在全球银行业的市值排名前三位 按一级资本来排名 这些银行也都进入了 全球最大的15家银行的行列 中国银行业 已经站在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上 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的 它其中体现了 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 中国改革开放三四年 特别是近年来 银行与改革发展 所取得的丰盛的成果 同时这一结果 与我国宏观经济的 持续健康的增长 围观企业和银行内部治理机制进步 以及整个市场经济体制 机制的建设和进步 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更令人值得思考的是 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三十年中 特别是在近十多年当中 其实全国各主要的经济体 也同样经历了所谓 低风险高增长的时代 但相同的经济繁荣下 所运约的金融风险 判若云里 这注意说明 仅仅是繁荣的经济增长 并不一定能带来 金融体系的稳健 如何在繁荣的宏观经济 增长的背景下 推进银行业监管的改革 和发展的进步 从而避免风险的积聚 避免风险的传递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 这也正是我今天重点阐述的内容 在今天全球金融监管者 都纷纷来检讨和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下面 金融监管的教训的时候 虽然中国银行业面对的金融市场 和全球的金融市场环境 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但就风险监管的 一些基本元素和原则来看 任何金融市场里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照中国银行业监管 过去几年的事件 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了和选择了 一些基本的风险监管的理念 和最佳事件 并且认真的结合 和运用于中国银行业的实际 才赢得了今天 中国银行业难得的 稳健运行与局面 这对于中国应对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第一 始终坚持 将国际最佳事件 用于中国的实际 国际的主流监管理念 是这样认为的 金融监管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不断地强化 市场纪律的约束 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 公司自理和内部控制的建设 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风险管理水平 银监会成立刚开始 就根据我国银行业 发展的实际情况 将这种理念准确地 吸收到我们的监管准则当中去 提出了要管法人 管风险 管内控 提高透明度的 重要的工作重点和理念 坚持通过一切监管行动 和措施 来强化审慎的风险监管 和促进被监管对象的进步 依靠银行业金融机构 内因的积极变化 来构建防范金融风险的 第一防线 事件证明 我们确立和坚持的四个监管目标 和六条良好的监管标准 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监管的 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 对于推动中国形成 符合现代银行业体系要求的 审慎的风险监管框架 具有刚举目彰的重要作用 第二 完善监管规则 和不断探索科学监管原则并局 努力提高即时发现 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事件表明 监管者即时发现金融市场发展 和变化当中的风险 是非常重要的 但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市场的变化 往往领先于监管者的应对举措 银行业会从成立初期开始 初步完善了中国的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 操作风险和IT风险 等各方面的监管的规章和制度 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 风险监管的规制体系 同时我们也在实践当中 摸索和归纳了一些科学的和客观的监管原则 比如说对于信用风险 我们确立了首先要准确分类 然后根据这个要充足博备 第三要求各家银行做事利润 然后要达到资本充足率 还要达标的持续监管思路 针对金融创新的风险 我们提出了在理财和零售的领域里面 必须要做到三句话 叫风险可控 成本可算和信息充分披露 以及监管者必须管产品 管业务 管机构和管行为的监管原则等等 这些重要的原则的确立 使得监管理念真正的成为 规范和指导中国商业银行业行为的准则 第三重视微观单体机构的风险监管 与宏观审慎监管并举 提高风险监管的有效性 危机爆发以来 国际上公认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就是银行业监管机构 往往在强化资本充足力要求的同时 活略了宏观审慎监管能力和框架的建设 盈监会在过去六年的事件当中 始终将防范单体机构的金融风险 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都把它作为我们重要的工作目标 而且我们在自力强化单体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约束 提高待账的博备水平 控制大恶风险敞口 管理和不良贷款 完善 完善 完善